這是實驗室的第二台 我會讓你們空練習 但是我不會讓你實際操作 除非到這個學期後端讓你實際操作 像這台是陳竹恩當時買的 他用學校經費買的 這邊的話設定121度 他可以設定比較低 那時間可以設15分鐘 這邊有hour跟minute 有沒有看到 你可以設16分鐘 那也就是它是屬於電子室的 電子室的好處在哪裡 電子室的好處就是 很容易操作 壞處就是壞了以後你整個面膜要換掉 那這邊會有那個timer 計時 它會計時不同的時間 還有模式 有些是馬上降溫 有些是那個情況 還有那個serialize跟warm 它會有不同的情況 再來一般的話就會開始或停止 或停止 好來 那這個地方一樣的學禮 這邊會有一個exhaust 來看這個單子 exhaust 你們學到這個單子什麼時候 exhausty的就是筋疲力竭的 比累還要更累 tired的更累的 叫做exhausty的 這邊叫排氣 排氣的話它會打開 跟關閉 會跟關閉 會跟關閉 那這邊的話其實 我很喜歡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結構 然後它還有一個那個 浴排水的一個地方 浴排水的一個地方 好 那這邊其情況是類似的情況 誒 陳兄你來示範好了 不好意思 一樣 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 它的籃子就是這樣子 所以每個地方都會不一樣 它直徑是比那個小很多 來 你幫我放進去 好 好 來 這邊 好 OK 然後這個關起來 好 這個 左手頂住 一樣 左手頂住 右手 一隻手轉 對 然後感覺已經頂住了 這兩隻手可以轉 對 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東西 好 那我們就不操作 因為這台我還沒調整好 我還不敢用 除非我把那個水都弄好了 好 OK 先暫停